那么骑士是骑在台南市新市区新港社大道的时候呢 骑着骑着到路口的时候呢 另一方向的汽车突然闯红灯 那么这个骑士呢来不及刹车当场是撞了上去 被这么一撞呢 这个骑士人呢是先飞到车顶上 接着呢顺着方向是滑落到这个引擎盖上面做得好好的 那么这个画面被po网之后呢也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就说这个骑士身手真好愿他平安 也有人说祖先友林 还有人说呢这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么事实上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惊险 那么当时呢骑士是骑到新港社大道的时候 在路口的时候另外一方向呢有汽车闯红灯 那么骑士呢他因为顺顺的骑来不及反应 因此整个人呢是从这个副驾的方向拦腰撞了上去 那么人呢是直接飞到车顶上 又最后是坐在引擎盖上面 这画面呢也引发讨论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导